詞曲 李宗盛 我是一位工程師 也是一位作家 在過去十年裡 我寫了三本書 去了十四個國家 成立一個旅遊社群 辦了九十場活動 寫了七百多篇文章 很多人都問我說 工程師這麼忙 如何兼顧工作及夢想 如果利用黎稅的時間 在不辭職的情況下 完成這麼多事情 今天我將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故事 以及這背後的秘訣 其中第一個秘訣是 擁有前進的動力 十年前當我還是大勢學生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就是到土耳其當國際志工 那個時候我參加一個國際性的學生組織 常常有機會帶外國人去看台灣美麗的風景 吃台灣好吃的食物 然後聽他們分享當地發生的故事 於是那個時候我就立了一個小小的心願 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 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 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去體驗他們的文化 那我希望將這些故事 分享給更多台灣人知道 所以那個時候 當我知道學校有一個 可以到土耳其交換的計畫的時候 我就毫不猶豫去參加 最後我順利到了土耳其 伊斯坦堡 大家想像一個畫面 我們現在來到伊斯坦堡 這是我的學校 台上這是學生 台上這裡是白板 所以我其實小朋友看到外國老師 非常興奮 在台下跑來跑去 叫來叫去 然後我跟他們講說 Méhab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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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土耳其文 你好的意思 小朋友更興奮了 他馬上叫起來 哇這個老師好像會講土耳其文 然後第二句我就說 What's your name? 小朋友認了一下 那個時候那個場景很特別 生了一口信 My name is Méhabá Méhabá 然後我就跟小朋友 Nice to meet you Méhabá 然後另外一個朋友說 My name is Zenep Nice to meet you Zenep 就這樣第一堂課開始了 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而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就是 有一個小朋友 他跟其他人不一樣 他總是在角落默默地等待機會 想要來跟我練習 所以當所有人都離開的時候 他就跑過來找我 你猜他第一句講什麼 他說 What's your name? 那個時候我就知道 這個小朋友他已經學會我第一句 教他的英文 我就跟他講說 My name is Rick Nice to meet you 接著小朋友就跑掉 因為他很害羞 他不知道怎麼跟你講下一句 他就跑掉 但是呢 他每天都會來跟我練習 他第二天就跑來找我 他說 What's your mother's name? Mother's name? My mother's name? 我爸媽坐在那裡 我那時候朋友幫他想一個英文名字 還沒想到 所以我就說 My mother's name is Susan 然後他就跑掉 然後他就跑掉 第二天第三天 還這樣問我 What's your mother's name? 媽了十年 因為他只會講媽的 他可能不會講鬼媽的這個單子 時間過得很快 兩個月過後 那個時候我要離開學校 我跟小朋友說 小朋友們 如果你們哪天長大了 你還記得我的話 這是我的E-mail 你可以來找我 10歲的小孩子 誰會記得 哪個大哥哥留下什麼樣的E-mail 你放在抽屜裡面 然後你還會保留5年 10年之後再找他呢 我想應該是沒有人 可是呢 5年之後 我在Beatsbook上面 收到一個好友同志 這位戴白帽的小朋友 他的名字叫Bokan 他寫一封信給我 他說 老師 你還記得我嗎? 我的名字是Bokan 我是當年那位害羞的學生 如今我已經上高中了 謝謝你當年來到土耳其 給我一個持續學習英文的動力 我不斷地學習英文 希望有一天 可以跟你對話 那個時候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其實 我好感動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我要去土耳其 然後做那些志工服務 因為那很多時候在你當下的時候 其實你沒辦法體會那個感覺 因為很快的時間就過了 可是現在5年之後 有一個人還會記得你 他告訴你 當年他獲得了感動 那個時候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可以啟發一個人 那麼 再多努力 也值得 而這一個人 在我人生中 他不斷不斷地出現 他是我一個前進的動力 因為我知道我做的所有事情 都有可能影響一個人 而 N年過後 這個人可能會再 回到我身邊 然後鼓勵我 不斷地前進 有了前進的動力之後 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二秘訣是 你要可以找到一個持續的方向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希望我將更多故事分享給更多朋友知道 所以 我就在想 到底要怎麼樣 繼續 前進下去 離開土耳其 來到營救所 當兵 最後進入職場 我來到新竹科學園區 剛剛前面有跟大家提 我是一個工程師 那大家對工程師的想像是什麼呢 可能是每天在實驗室做電路做研究 還是寫程式 那個時候我每天 朝九晚九 有時候晚十一 我每天的生活就只有工作和睡覺 週末的時候也好累喔 因為我覺得 我總好不容易進了社會 結果就到一個好像很累很累的工作 那個時候我在想說我的夢想在哪裡呢 我以前那個在土耳其那個熱血沸沉 那個夢想到底在哪裡 那個時候我突然間想了一個想法 我如果要持續下去 我能不能集合所有人的力量 每個人都常常出去旅行 但我們能不能形成一個聚會 大家聚在一起 互相分享那個感動 跟更多人知道呢 於是那時候我成立一個組織 叫做封城部落 也是一群喜歡封不同城市的部落客的聚會 第一次聚會的照片 那個時候我們天真是以為我們可以辦一百場 所以我們那時候定號就做了001 我們不講1喔 我們叫001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覺得我們有三個數字 工程師們比較會算數學 所以我們就定了001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工作忙嗎 要維持那麼多活動 總是有些困難 於是我就想到了 我那個土耳其的感動 我能不能在台灣也將這個感動 帶給天鄉的孩子呢 所以我就在園區附近有一個寶山國小 他全校大概只有50個學生 然後跟老師說 我們這邊有好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行家 我們想要辦一個活動給天鄉孩子 讓他們看到這個世界的美好 老師說好沒問題 你們這麼有心 學校請全力支持 所以我就將這個想法分享在網路上面 跟很多人招募志工啊 大家互相一起來幫忙這個活動 所以一開始六個關卡的關主就找到了 還有當天早上的帶動跳 還有中午的那個美食 但最近我印象深刻的是 在活動前兩週 有個志工朋友他寄來一張照片 他說 綠可我們有些朋友想要幫助你 可是我們沒辦法現場參加 我們六個人畫了六幅圖畫 想要送給老師送給學校的孩子 你可不可以幫我把這些圖畫帶給他們 那個時候我們所有團隊的人都好興奮 我們既然連網路上陌生人都願意來幫忙這個活動 那我們這些在現場的工作人員 是不是要更加努力呢 所以最後當天的成果 你看我們有現場的帶動跳 我們有好吃的食物 還有我們親手準備的活動手冊 跟各種各樣闖關遊戲 更重要的是 結束的時候大家留下一張大合照 最後一個小時我們即將離開 志工團隊的志工還有小朋友們 擁抱在一起 他們互相留下E-mail 讓我想起了當前在土耳其 最後一天離開的時候那個感覺 一個小朋友跑過來找我 他說Duke哥哥 今天的活動好精彩 請問我要去哪裡找到那些資料 你可不可以分享給我 我說沒問題 我們Facebook上面一定都會放上去 接著小朋友就跟媽媽開心的回家 另外一個小朋友跟我說Duke哥哥 有一天我也要跟你們一樣 那時候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就知道 我們做這件事情已經有了意義 不管我們花多少時間做多少事準備 只要有一個小朋友 他可以被這個活動給影響到 我們這些人的努力都值得 而這個改變也讓這個社群 不斷不斷地往前滾 我們變成一個有公益 有旅行有夢想的一個平台 從第一場辦到了90場 足跡遍布全台各地 你以為這些聽起來都這麼美好嗎 難道這些所有事情都如此的順利嗎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三個秘訣 也就是最重要的秘訣 永不放棄的力量 各位一定要記得 永不放棄 今年我參加101登高賽 我從一樓要爬到91層樓 當我從一樓開始爬 爬到70層樓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已經 怎麼腳怎麼爬怎麼動 都動得太了 那時候我好想放棄 但是第一張寫的標語是 當你想要放棄 你腳一定不能停下 因為你一停下的時候 你就坐電梯下去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停下 你再花三十分鐘 再花一個小時 你慢慢的還是爬到了頂樓 看到101最美的風景 那個時候讓我想起了 半封城部落的整個過程 我們從第一場辦到第十二場 大家很順利互相幫忙 我們累積了很多社群的成員 但是第二十二場結束的時候 我的夥伴 當時的團隊的成員跟我說 Rick 不好意思 我有我的人生規劃 我可能要離開這個團隊 可能沒辦法繼續辦下去 那個時候 只剩下我一個人 而第十三場我印象很深刻 一個獎者還有我 還有三個聽眾 我們就五個人過了這場活動 那個時候我對獎者非常抱歉 我一直說 不好意思 我沒辦法找來這麼多人 你的演講準備得那麼精彩 竟然沒有那麼多聽眾 然後這個朋友一直跟我講 沒關係Rick 你有這樣的夢想 你可以堅持到這一天 就已經很棒了 但是我是Founder 我是創辦人 我怎麼可以因為 我到底要怎麼樣可以堅持下去呢 工作這麼忙 我每天晚上 有時候很晚回家的時候 還要去處理這件事情 而且重點是那個時候 我一個人都沒有 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繼續做下去 這只是我的工作以外的事情 它不是一個我一定要每天做的事情 但是那個時候我想到了 那個土耳其小朋友 他的那個堅持到底的力量 然後我又想到了 就是這些所有參加活動的成員們 他們開心的表情 他們有收穫的表情 就讓我覺得說 好像我只要有一點點時間 我還有一點點能力 我有心有餘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盡量做下去 而且是因為繼續堅持這個道理 堅持這個理想 它不斷地不斷地累積下去 最後它變成一種力量 我想跟大家講一個重點就是 當你不斷地累積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力量 當你產生力量的時候 你就可以持續向前 當你持續向前的時候 你就可以產生更多的力量 繼續幫助你不斷地往前推進 不管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這是你的夢想 你就要勇敢地走下去 走到最後一刻 而也是因為這樣子堅持下去 最後我們有新的夥伴 有新的成員 有新的朋友 一直一直地往前進 而一開始故事的那個小朋友 大家會不會還在想說 他現在變得怎麼樣呢 但我今年 就是從土耳其回來的後來十年 我寫了第三本書 那個時候我邀請這位土耳其小朋友 為大家錄了一段話 這是他的影片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岡山 我21歲 我現在居住 我現在居住 我現在學校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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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年年後 我小時候 我英語很不可以 我英語講 我英語很喜歡 我英語學校 我們一起玩 我一起玩 我非常欣賞 我非常欣賞 我這位我可以 我跟你學校的朋友 我跟你分享 我這位影片 謝謝大家 你們可以想像一個小朋友 竟然是我堅持十年的一個動力嗎 這小朋友還是 我們一直有保持年紀錄 他還那個 跟我說了Hello 因為我們在Facebook 一直有點戲 我剛剛跟大家分享我的夢想 我的過程 這十年來累積了點點滴滴 它雖然是一個辛苦的過程 但是因為我沒有放棄 所以我今天能夠站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你們都不要放棄 最後一點點時間 大家可不可以想像一個場景呢 有沒有什麼夢想 其實你很想做 但是你一直覺得我沒有時間 或者有沒有什麼樣的夢想 你覺得我好像已經錯過了 無法再回來 大家靜下心來 五秒鐘的時間 有沒有一個念頭 在你腦海中浮現 我們現在靜下心來 仔細思考 好 我想大家心中 應該已經有了答案 一個人如果每一天 可以花一個小時 來做自己的夢想 要做的事 那365天 就能夠累積360個小時 聽起來很短 但在患者的工作天 有45個工作天 累積10年 我們就有450個工作天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花一年的時間 出去旅行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 每一個人都可以花十年的時間 來完成一年可以做的事情 今天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我的夢想 分享我的故事 我希望你們也能夠喚醒那個 內心最想要那個動力 工作會累 但 夢想不累 謝謝大家